大家好,这一节课我们接着上一节课的场景练习来进行进一步的细化 上一节课呢,我们在场景当中摆放了鸟看树周边的绿化带的树木 摆放的方法呢,也有一些具体的规律 那么今天我们场景当中所布置的元素有车、人、还有周围的配楼体块 好,我们先把场景当中的树进行一下整理 我们知道在主工具栏当中有一个层 那么我们之前整理过的行道树和鸟看树可以进行隐藏 在场景当中我们已经把建筑进行了一个隐藏 那么现在只留到的是地形 我们需要在这些马路上布置一些车辆 那么这些车辆的摆放规律呢 也是乘组团,有树密变化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导入车辆 合并进来 我们AutoQ单独来显示我们导入的车辆 大家现在发现我的路径 贴图的路径现在丢失了 那么我的车辆的这个贴图怎么样去把它的这个贴图找回来呢 我们可以把材质编激器打开 用一个材质球来拾取车辆 大家看这个车辆它的固有色后面有一张贴图 我们来查看一下这张贴图 当我们点查看的时候它并没有显示任何的窗口 也就是说明我这张贴图已经丢失了 那么我在上方这个位置呢 可以去把我的贴图的路径重新找回来 好,把路径粘贴在这个地方 我们根据它的名称来把贴图找到 好,那么这张贴图呢 已经显示出来了 在下方 我们根据它的名称找到它 然后打开 大家看 这一个剪模车的贴图就已经找到了 但是由于我们的车辆过多 我们不可能把每一辆车都拾取出来 去把它路径找到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旁边的插件 来把它的贴图进行一次性的找到 大家看 这个阿库插件右方呢 有一个资源收集 当我弹出这个窗口的时候 它会提示我场景当中所丢失的材质 那么我场景当中丢失了的材质 它就会显示蓝色的激活状态 大家看 我所有岛西纳的这些模型车的这些贴图已经丢失了 那么我就在这个地方来搜索路径 搜索路径 它可以有很多的这个频道 那么我可以把我车辆的贴图所在的这个文件夹呢 来复制到这个地方来 好 我现在所有的车的贴图都在这个文件夹当中 那么我把它粘贴到这个地方来进行搜索 这样的话呢 它就可以很快的把我们所丢失的贴图全部都找到 只要你的贴图路径是在这个路径下面 大家看 现在已经提示我成功搜索到了22个文件 也就是说 我所有的车辆贴图已经都被找到了 确定 可以关闭了 大家看 现在所有的车辆这个贴图已经都被找到了 那么还有一点注意的是呢 我们在摆放鸟看场景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是看到太多的车辆的细节 那么我们可以在场景当中布置这些简模的车辆 我线框显示 大家看 这些简模的车辆呢 它的这个线框和面数比较少 所以说它在我们场景当中运行起来是比较快的 而贴图呢 也是一个比较简易的贴图 好 接下来大家要注意的是 我们可以将这些车辆摆放到场景当中的相应的位置上去 还要注意的是车辆的比例 大家知道 那么小轿车 这种小轿车一般它的这个高度呢 是在1.4到1.6米之间 那么像这种 大型的公交车呢 是2.5到3米之间 所以说大家需要去量一下 这些车辆的比例 好 我们来量一下它的高度 我们刚才是在这个隐藏的图层里面去控制的 所以说我们画的这个box呢 看不见 我们这样把这个 我们所画的图层放到0的图层上面 然后我们再进行测量 好 大家看右方的修改面板 它的整个的高度是在1.55米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小轿车的比例呢 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比例 那我们再看这个公交车 好 它大概是在这个2.7米 那么也是比较合适的比例 我们再看下面包车 好 这种面包车 它大概的这个高度呢 是2.5米 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比例 好 现在我们就把这些简模车呢 放入到这个场景当中 现在呢 我们还是需要把这些车辆呢 分布到同一个层上面 我们先把层打开 新建层 那么在这个新建层上面呢 我们把它输入车 好 车 在这个车的这个层里面 我们怎么样添加进去 上下课我们已经讲过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通过名称选择 好 把这个车的这个名称的物体 全部选中 好 把它添加到这个层里面上去 我们就可以对它方便的进行隐藏 或者是冻结 那么现在呢 我们需要的是把这些车 放到相应的位置上去 大家注意我们在摆放的时候 要根据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道路关系 那么在放的时候 车的种类上面 要有小型的车 要有大型的那种公交车 或者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种面包车 那么可以串在一起 但是大家注意 行车的方向 那么一般呢 我们国家 是靠右侧通行的 那我之前放的这两个车呢 方向就反了 靠右侧通行 这一边的车型线里面的这个车辆 是都是靠这一侧通行的 好 大家注意 还有就是车辆的疏密关系 还顺密关系 也是乘组 一组一组的分布 好 大家注意了 现在我的车实体显示之后呢 发现 埋在了地底下 并没有在 这个道路上面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需要将 我们刚才导入的这些车呢 全部都对齐到路面上去 我们之前说过 有一个插件 叫山坡放树 也就是物体对齐表面的一个插件 那么我们现在 在这个层当中呢 把这个所有的车选中 把所有的车选中 然后呢 可以先实体显示 找到我们的脚本 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去 掉入脚本 也可以把脚本呢 直接拖动到 我们的窗口里来 山坡放树 我们现在把它直接拖动进来 拖动进来呢 我们 再重新选择一下 所有的车辆 按这个地方 物体对齐至 所选表面 我们 对齐到 马路上来 大家看 现在的这个车辆呢 已经全部都在这个路的表面上了 那么 我们看 我们在放置车辆的时候 像这种 红红绿绿的车 我们尽量把它少放一些 我们可以放一些 颜色比较统一的 比如说深颜色的这些车辆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也就是说 避免我们画面中的颜色过多 以至于 抢了主体 我们周围的环境呢 其实应该是一个 在一个比较统一的一个颜色的色调当中 所以说这种过跳过花的这些车呢 我们可以尽量去把它少摆放 好 我们把这几个车 颜色比较鲜艳的车呢 把它删除掉 好 重新来摆一些 颜色比较深一些的车 注意 刚才我强调了 行车的一个方向 那么我们国家是靠右侧通行的 那么在这条道上 我们这边的方向应该是 都是靠车头靠这一边 那么车行线的这一边的话 我们车头应该是都朝向上方的 现在我们整个场景的这个车辆 都摆放完了之后呢 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些车辆的一个疏密程度 那么我们注意 在摆放车辆的时候 不要特别平均的分布 要有密 有疏 形成一个比较自然的车辆行驶的一个状态 好 那我们现在来渲染测试一下 这个车辆行驶的车辆行驶 我们看这是渲染出来的一个效果 我们的场景的主要的道路上已经都摆放上车辆了 虽然说看上去比较小 但是说这是我们场景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在场景中摆放人 还是在场景当中我们看 之前我们说过摆放人的时候也要有树密关系 特别是在靠近建筑根部和建筑的主要入口地方的人呢 是比较多的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在场景中布置人物 好我们把要放的这个人的模型倒进来 AutoCue呢单独显示 好大家看现在我们导入的这个人物的模型呢 上身上的贴图也都丢失了 所以说我们还是用到插件 把它的贴图找到 搜索路径 到这个文件夹里 去把它的路径复制到 搜索里 好现在也显示我们把贴图全部都成功找到了 我们把这个关闭 好我们知道我们之前学习的内容摆放人物的时候要成组有树密关系 所以说我们现在再将这个人呢摆到合适的位置上去 靠近建筑根部和主要入口的地方那我们还是把这个人呢添加到人的这个图层里面 我们点添加 好现在我们把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去 那么什么地方的人最多呢靠近建筑的入口的部分和建筑的根部 人是比较密集的 我们现在把建筑显示出来 我们把建筑显示出来 好现在我们就来随机的复制一些人 还有就是人物的高度 我们先来单独显示一个人 我们可以把这个组呢解开 如果他的比例合适呢 我们就不需要去更改他的比例了 大概在1米7左右 来正确的比例 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人物进行复制 复制的时候呢 注意有竖密关系 有些地方的人是比较密集的 现在我们把整个场景的人都布置完了 大家看他的一个竖密关系 那么人的分布呢 跟竖是一样的 都要成组 那么有竖有密的变化 这样的话我们看起来的场景才是比较自然的 好我们切换到相机视图 然后还是渲染一下 来看一下最后的效果 好 好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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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开始渲染出来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加上人以后 我们场景当中的这个元素又更丰富了一些 首先呢我们来看的是人的摆放的位置 那么在建筑的主要的通道的地方 或者靠近建筑根部的人物呢是比较多的 那么我们再注意分布的这个疏密程度的话 要有疏有密的这个关系 那么成一组一组一团一团的这样的分布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看一下周围的这个绿化袋里面的这些体块 应该怎样摆放 好那我们还是把主要的这个建筑把它隐藏 车也可以隐藏 我们摆放过的人把它隐藏 那么剩下的就是说我们周边的鸟看数 先把它显示出来 我们才能够确定我们体块应该摆在什么样的位置 好然后我们找到之前整理过的体块 那我们把体块合并进来 好我们来看体块的嗯一个整体的形态 那么这些配楼体块呢都没有完整的细节 都是简易的这种box或者是有简易的这种曲线的这个造型 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周围的配楼没有像我们主要表现的这个建筑有这么多细节呢 因为就是说它作为我们整个环境的一个配景的话 它不应该太繁琐有过多的细节 这样的话会抢了主体 那么还有就是说在颜色上面也比较单一 那么体块呢我们基本上是应用到一个蓝灰色就可以了 而且要给一定的透明度 那么在体块的高度上 在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不要过高 因为我们场景里面的主体建筑本身并不是特别高 所以说把我们周围体块呢做的特别高会影响主体的表现 好现在我们就把这些体块呢摆放到相应的位置上去 如果客户没有特殊要求的话 我们只需要在绿化带当中适当的去示范一些配楼体块 我们把它移动到上方来 那么我们在分布的时候呢 排列的时候尽量要整齐一些 然后我们把坐标中心呢 移动到体块上来 加进一个旋转 好大家看 现在我们的这个体块的位置 有所改变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树的这个位置也要跟着改变 我们把配楼体块 体积稍微放大一点 好然后选中过滤器的代理文件 我们把这个树的位置进行移动 或者进行删除 好那么有些位置呢 我们要进行一个复制 好我们整个场景的这个体块摆放完毕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分布的规律 首先呢体块的分布应该成整齐的这种排列 那么体块的形状呢 不易太复杂 然后颜色呢 我们来看一下 用材质球来拾取它的颜色 好我们来看体块的这个颜色呢 它是成一个灰色 那么透明程度呢 我们在这里呢 再给它降低一些 因为这个体块呢 它作为我们的配景 可以稍微给一些透明程度 好然后我们再来渲染测试一下 我们下还有一个表情的颜色呢 第一个颜色呢 棒温度 我下一次的颜色呢 就像一下 这样就这样 这是我们的体块分布出来的一个效果 我们的这个体块呢明度上是不可以超过主体建筑的 那么在透明度上我们可以稍稍给它一点透明 这样的话更能对它起到一个弱化的作用 好我们现在看场景中还缺少哪些元素 那么场景中的大概的一些元素我们都已经摆放好了 比如说树车人体块 那么一些很小的细节呢 比如说还有路灯人形红绿灯等等 那么鸟看上面呢我们主要去细化大的这个东西 从大的方面先入手然后再慢慢深入小的细节 那么我们再看从这个体育馆的这个整个场景里面 我们还可以摆放一些树来丰富它的这块绿地 那么我们再把场景进行进一步的细化 最终来得出一个完整的一个场景 这个就是我们摆放了主要建筑的绿化带里面的一些树木 好那么这些树木的分布的规律呢也是成组团成带状 那么在树形上呢我们也选择了一种比较统一的一种树形 那就是树冠上比较丰满的这种树形 那么在鸟看上面看上去呢 这种树形看上去是比较自然的 好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 做一张 鸟看的场景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首先呢我们拿到一个场景的时候来分析这个建筑的类型 那么这个建筑的类型呢是一个体育馆 然后我们再分析它的整个的道路系统 那么在道路系统的周围来布置绿化 在布置树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树木的树形 树木的比例 那么周边的鸟看树可以体积稍稍大于行道数 在树种上面周边的树呢可以有两种以上 颜色呢也可以有稍微的变化 而行道树的树种比较单一 而且距离呢比较均等 在分布上面 鸟看树呢要相对于自然一些 要有树密变化 组团关系 要成组团成带状来分布 那么在主要的建筑的绿化带里面呢 我们选择这个树形呢可以略微丰富一些 道路上的车 车的比例 大家要根据大型车小型车的比例 去根据实际比例呢来摆放 而且车的摆放规律呢也是要有树密的变化 人也是一样的道理 人在建筑的主要入口和建筑的根部的人比较居多 而且也是成一组一组的来分布 周围的配楼体块 在明度上尽量不要超过主体建筑 在透明度上可以有一定程度的透明 这样的话可以起到虚化的作用 那么我们看整张图的这个场景就已经布置好了 这个只是我们初步的场景细化 那么在后期呢 我们还要将场景中的材质灯光进行调节 包括后期对整个场景的背景来进行虚化的处理 好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正开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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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